除非你买东洋的股票 否则很多民众也许对东洋不太熟悉 但是所讲到东洋代工的外用药品 小护士几乎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外用药品 很多不管文字要等等 大家都会拿来擦 而这个小护士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是1920年就随着日本商人引进台湾 跟台湾民众结缘有将近100年 小护士 小护士 一起大路 经典广告歌还有可爱的金发小护士 让不少民众印象深刻 像嘴唇很干的时候会用的 然后不然就是蚊虫咬 就是那个就是提擦一天 然后很快就好了 爸爸妈妈教你就是用小护士擦 不然用小护士 主打蚊虫咬伤感冒不舒服 擦起来带点薄荷凉爽感 成为国人从小到大的回忆 其实这款薄荷药膏诞生于1889年 是由美国一位基督徒 混合了薄荷跟樊世林制作出来 1920年有日本商人带进台湾 很快在台湾成为不少家庭必备药品 还因为实在卖得太好 不少薄荷软膏的包装造型 都居然出现百里绿花纹 搭配各式各样的小女孩 榆木混珠 这都外观非常新的大楼 就是台湾曼秀雷敦的总部 其实早在好几年前 他们就从其他地方 搬到内湖科学园区这里 曼秀雷敦 1994年一群可爱蓝衣白裙 小护士重新拍摄广告 宣布正式全球统一名称 由于金银全换手 也让回忆中带点日本枪的名称 改回英文发音 在台湾销售 不过这招牌小护士图案 可是绝对不会换 还有这个老字号万金油品牌 不管包装外形怎么换 上头的老虎从没变过 还有婆婆妈妈当年的香水 这个穿着芭蕾舞衣的女孩 就算现在出新品照样保留 老字号商标怎么换 招牌logo不变 也留住民众的回忆 记者陈青春秋思玲 林新杰台北采访不到 本集完 本集完